現在是第一頁 大家能看到 Flash Essential 可以看到 沒問題 這是第二次講 大概兩年前 就會要求我講了第一次 所以呢 所以呢 反正貴正題吧 先講一下那個閃光燈的History 那麼照 其實就是在1909年的時候 有一個我們攝影就是玩光 那麼有一個人就想出來一個辦法 就是看得見我的屁股在動 看得到 看到 就是他用這個方法 點了一把火 這一個當然是現代照片 那個時候的照相機 那麼怎麼點把火呢 就是拿了這一個train 這一個 裡面放了一勺 這個勺子裡面拿了一個金屬鎂的粉 然後呢 一個火才 點了火以後呢 他就碰一下去燒起來了 那麼這是一個model 是怎麼 告訴我們那個時候 這個系統是怎麼工作的 他呢 這位 這個燒香師 你看他的手呢 拿了一個細鐵絲 就是我們殺鍋子的那種東西 那麼他的殺鍋子的東西呢 把它放在這兩個電極上 中間呢 有個細鐵絲 下面呢 放一些電磁 那放了電磁以後呢 你看這個細鐵絲就燒起來了 你燒起來了 如果你底下放一點霉粉呢 就是點火 他們就碰一下 發出很多的光來 就是一個演示 那個那個攝影師 這是照相機 這是燈光 他發出來以後就發出這麼一個光 然後呢 就是個照片 那麼這裡邊呢 有幾個要點 就是一個是要 霉粉 OK 那麼這個燈泡呢 這個東西我玩過 那個時候要六毛錢人民幣 等於一個大學 畢業生一天公司的三分之二 就這麼碰一下 OK 它裡面呢 放了一個很薄很薄的 Magnesium Oil 那麼燈泡裡面呢 充滿了氧氣 然後呢 外面是個玻璃罩子 跟電燈泡一樣 但是呢 裡面有個烏汁 你這個臉被通了電解以後 充電上去呢 烏汁就跟剛才那個 刷鍋子的細體是一樣 那麼把裡面點燃了以後呢 才給碰一下 發出光來 但是這個是很危險的事 為什麼這個燈泡會炸起來 那麼這燈泡的外邊呢 它一定要有一個塗層透明的 要保護它 你炸碎了以後 都不會飛出來 突然這個玻璃是很危險的 那麼後來呢 就發展成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很小 當然它的光量也是有限的 原理一樣的下面兩個 一點通電 然後裡面的鎂和氧氣 這個起的化學作用 它就碰一下 OK 那麼後來呢 這些工程師他說 哎呀 後面的光都漏了 就下了個反光的罩子 那麼呢 再把這種燈泡反光照 跟照相機連起來了 原來這個蓋子作為快門的 現在呢是有一個同步了 那麼這是剛才你看到的那個 H1那個 那麼問題是什麼呢 這一種只能 一個燈泡只能亮一次 哎呀 這麻煩 每次要換燈泡 時間很長 而且呢這個速度很慢 欸 那麼 又講出來這個是多次的 你看這個燈泡呢 它有四面 OK 這四個面 它這裡邊四個燈泡 有八個腿 八個的基點 那麼你每次 發光一次以後呢 你轉一下就是第二個 一共能用四次 那麼就要把這個東西拔出來換新的 那麼後來呢這個是十個燈泡呢 它呢這個發光了一發火 這個點燃了以後呢 它會自動的到第二個第三個 就排在這裡的file OK 這樣的話一個一個器具就能夠連續發十次 然後把它換掉 這些呢都是屬於一次性的或者是多次性的 那麼後來呢就進步到我們這個時候叫萬次閃光燈 萬次閃光燈呢 這個叫一個Dynamic Calculator OK 那麼這個東西呢 我在六十年代就做過一個跟它非常類似的東西 這個原理上是一樣的 就是萬次閃光燈 你這有電進去它就是連續閃 它就不需要每次換燈泡啊什麼這些的東西 那麼下面呢講一下為什麼要用那個flash OK 那麼像這一種照片 我們裡面有很多鳥群裡面的 OK 那麼最終呢就是這個 我看看像個蝴蝶不管它怎麼樣是什麼鳥 但是在晚上如果沒有閃光燈你想像是不是可能 哦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那麼問題就是說 這裡邊呢就牽涉到幾個概念 OK 那麼這個Terminology 因爲它該怎麼知道 所以第一個是個Frozen OK 它把原來動的東西給定下來 就是Frozen 這是Frozen by Flash 因為那種flash的時間很短 那么就把这个东西定下来了 第二个呢 这里边也牵涉到两个概念 就是一个是Foreground 一个是Background 其实你去看这里边呢 有两个不同的 这是一个Foreground 那么因为每个人讲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呢 用两个词来说明同一个东西 就是Foreground 有的人把它叫做Subject OK 那么后面呢是Background Background呢 有的人叫它Ambient 或者Ambient Light OK 所以我们这个要先要搞清楚 那个Foreground Background Ambient Light Subject 是什么意思 OK 那么这张照片呢 是Huston的两位美女 那么我们一起去拍照 大家看这两个照片的区别 其实是差了几秒钟 为什么呢 这个是用Flash 倒下去 这个呢叫补光 或者是用Filling OK 那么你 这张笔呢 你看那个深算都是黑的 它也看不清楚 阴影很多 对吧 还有呢 这一个我要强调的 这是它有个Hairline 中文大概叫 应该是说 叫做人口光 那么这边也有Hairline 因为这是阴天 OK 阴天的话 如果你拍出来 就是这样的 而且是中午 中午的话 你光线从顶上下来 你脸上全都是阴影 那美女很不高兴 那么这一张呢 就是说 如果用了Flash 和没有用Flash 它就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这一张也是在阴影底下 OK 那么这个阴影呢 卡在这个很薄的闪上 这个闪是很发亮的 OK 那么问题就是 它脸是黑的 OK 那么我们去看到 这个脸黑的时候呢 但是用了闪光以后 你就看到它有一个眼神光 我不知道在照片没有问题 你看它的脸上 这个反光 就是比较Harsh 感觉 就很酷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这里边 有一个叫那个阴影 那么这个阴影 怎么会产生的 应该有的 那个我后面会讲 OK 那么这是 一个闪光灯的时候 要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会做一个Harsh 绝对不要太过 因为闪光灯的灯 是非常强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 在这张照片里面 看到这位美女呢 她没有Hell Line 为什么呢 这Hell Line 闪光灯是打不出来的 除非你有闪光灯的组合 那么这一天是阴天 上面没有光下来 所以跟刚才一张比呢 它只有Hell Line 头发很清楚 那么这一张呢 就没有 就是因为当场是 动作很快 你不可能去另外 塞了一个 一个情况 OK 在加登 那么相信不相信 这位美女 她在美国航空五天上 干了五年 航导弹 那么后来呢 她退伍以后呢 就请她来做一个model 从小就喜欢唱金句 所以她化妆得很好 那么这两张照片呢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张 OK 因为 我看那个没有闪光的这一张 也不错 那个闪光的一张也不错 那么 这就是个人的喜爱问题了 就是说 你喜欢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那么这一张呢 大概就不知道 而是从我们摄影学会的人 这一张呢 不是我 这个是我要说明一下 但是我是通过 默默跟她讲过的 作为那个 讲座上用 这一种呢 从 她的背景光 阻光 这个就是配合的非常好的 一张照片 OK 那么 这个问题后面讲 那么 这是在同一个 朋友家里 他们一个beach house 那么 这两张 前后只差两秒钟 两张照片 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拍的 那么 这一张我的metering呢 对着她的脸上 那脸部曝光 基本正确以后呢 她的背景 就什么都没了 OK 那么这一张呢 就是把metering 放在天空上 然后呢 她脸部曝光呢 是用flash 那么 那么 这是在 这听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有一点阴影 什么呢 就是她的玻璃窗里面的反光 就是她的脸 在玻璃窗里面的反光 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跑到外边去 这是第三张 OK 就跑到外边去呢 就拍了这一张 所以你就看到说 用不用flash的差别有多大 OK 那么我们这边看得出来呢 这张照片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边 是有个阴影 那么你去看呢 她的这张照片里呢 有两个阴影 这边有个阴影 就是什么 太阳照在她背后 坐下来的阴影 那么这个呢 是闪光灯的阴影 那么这个阴影呢 我太阳我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阴影呢 我后面会讲 我们怎么样把它去掉 那么这两张是同样的 OK 也差了没多少时间 那么两边 就说一个是用flash 一个是没有用flash OK 不错了 一个是flash metering 那么 metering在他们的脸上 这两个人脸不曝光 还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一个metering在脸上 因为metering在背后的话 那么这里边 这一张照片呢 就牵涉到两个 一个是background 因为metering是在background 所以它的云都能拍出来 那么如果说云拍好了 你现在这个脸会怎么样 就会黑的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用那个field-in flash 就把那个脸呢打亮了 所以这里边其实是两种 不同曝光的功能 就合在一起了 那么同样的问题呢 这边你看得出来 这些有阴影 我就很偷懒 因为没有在那个racket 那么这一张和下面一张 就是说能看得出来 一张用闪光灯的 一张是没有用闪光灯的 那么你怎么知道呢 其实呢 这里边我看看 能不能 你就看他的眼睛里边 你看他们的眼睛都发亮了 就是闪光灯里边 如果不是戴眼睛的话 你所明的话 就看得出这里边 就出来一个highlight 就是眼神光 那么这里边就是 flash和没有flash的差别 那么你在 那么这里边你去看 这一张照片里边呢 这两位的阴影 跟 这个你看到就有阴影了 所以这里边是有差别的 那么哪一张队呢 这这些成态我们都不要玩 我只是说明一个问题 哪一张喜欢 你们喜欢哪一张呢 大家自己讲吧 我都为 那么这是 我不知道大家认识 他是上过春晚的 我们的那位美女 德昌家 这也是在中午的时间 在这个帽子 太阳底下 你去看这个阳光 如果你没有闪光灯 会拍出了什么样子 他现在 他的脸部曝光 是基本上是正式的 这里边也有一点阴影 还是同样的毛病 我们很通常 没有带那个bracket 那么而且他呢 有一个衍生光 你要眼睛看起来 均均有深的 所以这是 用 不用闪光灯的区别 这张是好玩的 这位也是我们 摄影学会的 闹着个大笑话 我会去跟人说 Laura 你的老公真帅 他笑着 他你倒在地上 为什么呢 不是他的老公 是他的儿子 我们这一张 那个东京一张 没有找到 因为那个 flash和没有flash 同样的问题 你看这里 他腿边上 有一个阴影 这是一个多月前 和Semi 去拍那个 Blue Fernet 这时候那个model 这一张就很明显了 两张你说是哪一张好 这两张其实是同一个景 OK 那么我们讲到这儿呢 就开始讲 那个闪光灯呢 是怎么工作的 这一张是电路图 我们不指望 大家都能懂这个东西 那么我大概在 我回想一下 应该是1960年的之后呢 就自己张了一个 这个闪光灯 这个闪光灯呢 后来在66年的时候呢 红文斌抄家 所以冷不去了 我就是自救 我说我就是新的 去做的 那么你跟红文斌 是没有什么好生的 那么下边一个一页呢 我就是有一个 讲这公司怎么工作的 不希望大家去记住 但是你要大概知道 就是这个是工作的 这个这个拔光的灯呢 就是有这个灯管 是第一纳 这个惰性气体 里面的一个玻璃管子 这玻璃管子里面的 一个惰性气体 这惰性气体里面呢 怎么搞的 OK 拔光性气体呢 它是极圆的 极圆的 两边呢 有两个电极 玻璃管里面 有两个电极 它呢加到 350伏的电压 然后呢 它在边上 有一个小的金属片 贴在那玻璃管上 如果你在边上 加了2000伏的电压呢 它就把这里边的 实际上这个 这个惰性气体 就离子化 它就变成导电了 原来是极圆的 那么这个350伏的电压呢 它就从这边 踏穿过去 过去之后呢 电子 这道能量 就会是跳 跳到一个层 然后呢 就开始发光了 那么所有的能量呢 它都是冲在 这个电容器里面 电容器大 电压高 它发的光也大 电容器小 那么反正呢 就是说 它发的光也少 那么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叫trigger 我们以后会经常 提到就是trigger 其实就是给开关 在开关呢 你可以在这个灯上 也可以在那个烧箱机里面 用两个电线 把它连起来 那么这里边 一关的时候 它这边出了一个 脉冲电压 经过边压 区别是2000伏 就突发了这个 灯发光 那么这边呢 是个充电系统 就是从1.5伏 或者是6伏 就是普通的电池 把它变成高的压 变成350伏的 那么变 电压变高了以后呢 它才有比较大的能量 能够突然发出 发出来那个 很亮的光 那么这个 那么我们 整个过程呢 你只要知道 是怎么回事 就可以了 那么 我这个红的 highlight上面呢 就讲了几个呢 希望大家能知道的 红这个能量 它就放在那 capacitor 在这儿 就是120 我用的能力 它是什么 那么 你一点火以后呢 它就放了以后 就发出光来了 就 所以 这 只要记住啊 对 放 现在冲在电容器里面 这些能量 然后呢 不发以后 它就开始发光了 不喜欢 发光了 那么发出了的光呢 下来是5000 到5600K 那么正好 就是那个 更快阳光 这个 nominal value 就是这个叫 当文叫什么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 flashlight 散光灯呢 作为太阳光来处理 那么它到底有多少量呢 这个要记住的 就是guide number the end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能发出来 多少光 那么这guide number呢 是根据RSO 还有呢 跟它的 f value 就是光圈 而不是光圈 焦距 镜头的焦距 是有关系的 是 如果 我再举个例子啊 如果有个闪光灯 它告诉你 the end number 是20 20呢 有个单位 这是米 有的时候呢 会用词 那么 纸呢 跟米的关系 是乘3.28 那么我们现在都 用米 比较好算一点 这个 20 它概念是 20米 乘光圈 对 那么 就是说 如果 我和 subject 的距离是5米 那么你的光圈 就要放在4 为什么呢 4乘5 等于20 如果你 距离减一半的话 那你的光圈 就要乘8 那个光圈 就放在8 那么 这个条件 两个条件是一样 这个RSO是100 那个 焦距 镜头的焦距 是50 如果你镜头焦距变的话 这些数据都要变 换句话说 如果你把RSO 你打到200的话 RSO就不再是20 就变成了40了 因为它速度快了一倍 那么 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也好像没有讲 这个电容器 它发出来光的时候 它碰一下 全都放光了 它不能控制的 所以它每次发出来的 就是把电容器里边 的能量 全部放光 但是呢 新 这是一个很不方便的 那么新的 这个 闪光灯呢 它们都用了一个 看法 可以控制它 发出去 是多少 这是地球条 就是partually of the energy stored in the cov test 可以 可以 release partially OK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呢 就是这个 flash 我们确实到 有两个概念 就是叫 think speed 记住哦 think speed 是对 tamer来讲的 那么 还用的叫 flash duration 所以 flash duration 是对 flash 来讲的 那么 咱们在时间上 要有一个配合 什么配合法呢 YouTube上有很多的 YouTube上有很多的 等一下哦 YouTube上呢 有很多的那些 program呢 就 比如我 就想得清楚 那么我们就放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怎么工作的 here's your host Mark Wallace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pisode of Digital Photography One-on-One right here on AdoramaTV. I'm Mark Wallac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some studio strobes and using them to freeze motion. So let's get started. Jose Liel asked, I'm a studio guy and I've always wanted to freeze motion. But every time I have a model jump or do something with motion, I have issues. When I use a fast shutter speed to freeze the motion, I get a blank bar in the picture. It's melting with my shutter. Could you please explain how to freeze motion in the studio? Well, that's a great question, Jose. And the answer ha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picture. The whole picture is an understanding flash. It's a little bit of freeze motion. So it's a little bit of freeze motion. So it's a little bit of freeze motion. It's a little bit of freeze motion. Oh. The curtains open to reveal light to our camera's sensor, putting light curtains in your house open to allow light to enter a room. And just like the curtains in your house, the curtains in our cameras also close to keep light. Now, the curtains in our camera, well, they have names. There's the first curtain and the second curtain. And unlike the curtains in your house, which move horizontally, the curtains in your camera move vertically. So make a closer look at how they work. When you press the shutter release with your finger, it tells the camera to open the shutter. The first curtain opens to reveal the light to the camera sensor. Then the second curtain follows behind to hide the light. Then the curtains reset and wait for you to press the shutter release again. Let's watch that again. Notice in this animation that the first curtain opens completely before the second curtain begins to follow. This only happens at slower shutter speeds, usually speeds under two hundredths of a second. Now watch what happens when we speed things up. When the shutter speed is faster, the second curtain can't wait for the first curtain to open all the way. If it does, it won't make it across in time. Notice in this animation that the shutter is never fully open. It just reveals a slit of light as it travels across the sensor. And the slit becomes smaller as the shutter speed increases. Well, let me know how your camera's shutter works. We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sync speed. Sync speed is the fastest shutter speed on your camera that allows the first curtain to fully open before the second curtain begins to follow. In other words, it's the fastest shutter speed you can use with the studio strobe. Now let's take another look at that animation. At this time, let's see how our shutter works with a flash. When our camera's shutter speed is set to sync speed or slower, a few things happen. When you push your shutter release button, the first curtain opens. And as soon as the first curtain is fully open, the flash fires. Then the second curtain closes. Normally, if we have our shutter speed too high, we'd have problems. Let's take a look. When you press your shutter release, the first curtain will begin to open. But before it's fully open, the second curtain begins to close. When the first curtain is fully open, the flash fires just like it did before. But this time, part of the sensor is covered by the second curtain. This will cause our photo to have a black area. And the faster your shutter speed, the more black you'll have in your photo. Well, that answers the first part of the question. You're getting a black bar in your pictures because you're setting your camera's shutter speed too high. And what'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estion? If you can't use a faster shutter speed to freeze motion, then how do you do it?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re going to head to the studio. Well, we're here in the studio. And here is our model. She's Bella. And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we have things set up. And to keep things really simple, we have a single Profoto head here. And my camera is set to its sync speed, which is 250th of a second. It's an ISO 100. I've already metered Bella at F8. So I'm going to go over here. I'm going to take a couple of shots. On this first shot, what I'm doing is we're going to shoot with my strobe off. I'm going to do that by turning off my pocket wizard so it won't fire. So Bella looking right at me. Beautiful. Okay. Now, if we look at that picture, you can see it's totally black. There's nothing in the image.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these settings on my camera, the camera isn't picking up any of the ambient light. You can't see anything. Everything is dark. All right. So now let me turn on my flash and we're going to take another picture here. So look right at me. There we go. Excellent. Okay. Now we've got a great shot of Bella.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e only light that my camera is seeing at these settings is the light that's coming from the flash. And that has a lot of ver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We're going to start to talk about flash duration. Now what flash duration is, it's the instant time that the flash is on. So the flash comes on, it stays on, and then it turns off. And it does that for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And this strobe, that's about 32 hundredths of a second. It's very, very short and fast. And what that means is because my camera can't see anything except for the light that comes from the flash, my shutter speed is 32 hundredths of a second. And that is going to freeze the motion. Let me walk you through what's happening very, very quickly. So you have this right in your head. So what happens is, again, the first shutter curtain opens. And as soon as it's open, the flash fires. It's going to only stay on for 32 hundredths of a second. So that will freeze the motion and the flash turns off. Now the corner is still open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at 250th of a second. So it moves up a little bit. Finally, the second curtain closes, it resets, and then everything is ready to go again. Okay. Now that, again, means our effective shutter speed is 32 hundredths of a second. Now if we started to slow down our shutter speed, we would start to see more ambient light.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shutter speed at the fastest it can go, which is sync speed. And keep the ambient light as low as possible. If we tried to do this outside in a bright daylight, it wouldn't work. Because these settings aren't enough to overpower sunlight. We'd get a lot of ambient light in. So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do this similar effect in daylight or outside in a future episode. So stay tuned for that. Okay. Okay. 我们先看了这一段 然后回到PowerPoint 那刚才这一段视频里面呢 我们就提到了几个问题 一个sync speed 是camera speed 一般是250分之一 它是这么说的 它不同的造型机 有不同的sync speed 我们开始玩的时候 这个就是shadow speed 是60分之一 后来呢改进了120分之一 现在250分之一 那个photographer他用的是516分之一 我用到最高的是800分之一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 high speed的sync的这一点 我们以后再谈 那么这边呢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flash duration Hello OK 这个flash duration 那么这个flash duration呢 是flash的 是它发光的时间有多长 是flash duration 刚才那个photographer是讲了 就是在512分之一到3200分之一 就是很快的 所以它能够freeze the motion 那么这整个过程呢 是the first curtain 是open 然后flash file 然后再次 在那个第三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close 那么最后有一个flash duration 和think speed 一定要think speed 比较长一点 这样还会不会出现一个黑袋子 刚才那个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多的概念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记不住不要紧的 因为我会把这些link都放在 Serena的轻易 以后发一下 那么大家能够来回看 能够有时间的懂 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好的好的 OK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两个概念 OK 就是ambient light 就是刚才我都说的background 那么这一点永远是 发位 controlled by the camera shutter time OK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flash intensity 就是它打出去多少光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closer 这里面又是一个 叫做foreground 又叫subject 那么你 这个东西 这个subject 要correct exposure for the subject 比如说这个model 那么这个光呢 是controlled by your flash 或是controlled by your shutter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是呢 我们是把这两个不同的 exposure 合在一张照片里边了 这就是 光光的工作的过程吧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要讲几点 就是说新的 这叫新的 不是说新的 新的每一个 flash 都是可以 测出它的光 就是它打出去多少光 然后呢 它回过来多少光 它要知道什么时候光已经够了 然后把快门关起来 把闪光灯也关起来 那么就是就要得到了 eer correct exposure 另外一个概念呢 就是recycle time 因为这个电容器 它把电 全部放光了以后 它还要充电 才能打第二次 那么我们刚才 这个用煤粉的 大概你至少要五六分钟吧 而且呢 这个放得不得了 你刚烧过了以后 你手上去 就放得不得了 所以呢 那么现在的 一般的 都能达到 大概1.5秒到6秒 后面我还会重新来提到 这个我们就recycle time 或retouch time 就是我们中文家 一般人家叫做回电的时间 OK 还有呢 这一点我今天不准备讲的 就是elektronic shadow和mechanical shadow 还有global shadow 就是不同的快门的 bitboard机器或者电子 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就不讲这个问题 没有时间讲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就可以我们在以后再去讨论 那么问题就是说 你相机和反光灯 他们怎么能同步呢 因为你知道这个时间上 是不能有任何差异的 时间联系的时候呢 就是synchronization 这个shadow是一个叫hushal 就是hushal 靴子嘛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发展了 有三个 不同的三代吧 我说出来 这是五个membrane 就是以后会提到 第一个generation呢 它只有两根 我们看后边一张 两根content point All brands are the same 不管你什么牌子 就是它点火放 OK 那么我们看呢 这是我的soni 这个中间是一个点 就是它的triggered 边上呢 就是ground 就是合用的 就是这个ground 地线嘛 这个是control 这是两个点的 这是first generation 但是它也是third generation 都会回到这 那么第二个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的时候呢 它就出了这个multipoint 因为呢 你刚才看到了 这个曝光够了以后 这个相机的机身 就要告诉它闪光的 哎 我光够了 请你关掉 你不要再放光出去了 不然就过曝了 那么怎么回去告诉它呢 这两根线 是不能够用 不能用这个以前用的 这个两根线 所以呢 它另外就有另外架线 那么niton呢 是两根线 再加上了三根线 整个点线上面 它还加了二十一个点 这个呢叫multi interface 为什么呢 这个插件插座里面 它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再是单单像 以前一样你放一个 一个闪光灯 它要放画 然后还要放其他的东西 那么我会 看 给大家看 它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 thenon呢 它也有一个类似的 就是两个点 刚才是加了四个点 但是呢 它也有同样的 这个插座 这几个点 我不太清楚 所以我打了个问号 哪一套有没有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现在是基本上 只用sonic 这个呢 叫multi purpose reflex microphone extrait 这个 这个 synchronization呢 还有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从外边的光 来激发它 闪光 这样可以同步 一个是 你快门 那么 还有一个是 remote control remote control 我们后面会讲到很多 那么 现在先提一下 这个flashlight infrared light 同外线的 你光照没用的 一定要flash 很快的 radio frequency 就是那个 这个无线电的 能控制的 那么还有呢 我们再提一下 就是group flash building controller external controller 这些呢 我们会以后讲的 比较详细点 那么你看 这个是sonic的 刚才讲了 外面是ground 大家share的 这里面的control 这个点 那么在这边呢 有一排 仔细看呢 它有21个 接触点 刚才就是 2 plus 21 它这种 可以用在很多 不同的用途上 那么 我现在还是先看 那个sonic的 好 这个是 这是哪一趟的 就是它 一个点 两个点 它 就是2 plus3 它可以用 再加三个点来控制 就是我们在 那个electronics里面 就是feedback 就是它反馈 它 告诉 闪光 相机应该 告诉闪光灯 我已经光够了 你关掉吧 就是通过 这三个点 来告诉它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这些功能 比如说 你现在我下面 镜头的 sorm 是什么 我是50 还是100 还是200 也要通过 这根线 要到处 闪光灯 所以 它可以 闪光灯 也可以跟着动作 那么这个是 Panon的 它是2 plus4 是每家厂家的 不一样 那么也可能 有一个 一个一个算力的吧 所以它是 不可以用 跟原来一样的 那么这里边呢 是2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有2 Sony 有21个Pan 如果你插上去 这个是个 闪光灯的底下的 这个底座 这里边呢 它用了其中的 9根线 OK 它就用了9根线 那是用闪光灯的话 它只用这一个点 它边上的Ground 它不用了 是1加9 这个呢 它因为叫 Multi Interface 所以呢 这个情况 这张照片是 为Flash用的 所以呢 是1 plus 9 point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 什么呢 它一个中心的一个点 现在原来是2 现在变成0 不用了 这个21个Pin 你看到这边21个Pin 它全都用上去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话筒 这个话筒呢 叫Shogun 就是说 它也有一个Zoom 它跟照相机里边呢 有个computation 就是你相机 你告诉我 你现在这个Zoom的位置是什么 那么这个话筒 它也知道自己也会跟着Zoom 所以这是非常先进的东西 我还没看到其他的牌子 会用这种话筒的 OK 那么现在呢 给大家要稍微有个概念 什么意思呢 Flash有不同的mode 哇 已经十分钟了 第一个呢 是叫In Camera 那么它Dynamo呢 就是大概10到45m 我们这全都用meter OK 不用feet 大概是 这个数字 它能出那么光 因为它很小 而且它是不能变的 那么On Camera 就是我们平时 大家看到用的 它的Dynamo呢 一般都20到40 那么这个 你看了大概就多 大概是2到4倍 或者这个光 就亮得多了 那么还有呢 是Off Camera 当然你这个On Camera 其实加上去的 你也可以用来做Off Camera 那么我这边讲的Off Camera 是另外一种System 我们今天不会讲 没有这个时间 它是另外一个Measurement 这一套系统 就是150到600个Wall Second 那么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 OK 那么还有呢 就是 如果我们是用 光光灯了以后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会看一下 我们那个相机里边呢 有一个Setting 这个Setting呢 就是你现在在拍什么Mode 这个看得见吗 这个盘里边呢 这个绿色的是Auto Auto边上就是P 就是Program OK 那么我们这里边 可以有 Auto P Auto Auto Manual 还有一个Shatter 但是要大家记住 Shatter 在Flash Photography里边 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你打出来的光的时间 或是由你Shatter 来控制的 它是用光线或者是这个P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 但是呢也不要放在auto mode 因为auto mode的话 它flash有没有是由照相机决定的 而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P A或者M M完全是manual 那完全是由你收的算的 那么刚才我们刚才我看的这些照片呢 后面就是用那个filling的mode 对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filling mode 有closing mode 还有real curtain sync 后面就是这个四种不同的mode 那么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filling mode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 看到了 看到 看到,看到 you're also going to increase the brightness of the background ambient light,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always want to do. But using flash as a fill light is going to help you brighten up the subject without changing the brightness of the background. If you do it right, you can keep everything looking natural, and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doing this with on-camera flash, and yeah, I know it's great to separate your flash from your camera for more sophisticated looks, but sometimes it's just not going to be practical. So before we get to all of that, let me just say that sometimes there's every reason not to use a flash. I mean, even in a kind of worst-case scenario where your subject is facing the glaring sunlight, which is not usually a good idea because she's probably going to squint, have her put on a pair of sunglasses and you're good to go. You can also soften the harsh light with a simple translucent cloth or a scrim like we did here. Turn your subject around and sunlight becomes a nice backlight or a hair light. In this case, the ambient light on the subject's face was pretty good. And if it hadn't been, we'd want to find a way to add more light, which is something we can do with fill flash. Another way to avoid using flash is to just find a place with lots of ambient light where your subject is completely shielded from the direct sunlight. This shot was taken on a shady side of a street with reflected sunlight coming in off the buildings on the opposite side. So my advice, leave the flash in your bag until you need it. But when you do need it, here are some easy ways to make it work for you. With fill flash, we're essentially trying to turn shots that would otherwise look like this into shots that look more like this. To get started, all you need is your DSLR and a dedicated flash capable of automatic flash metering and output control. On Canon flashes, this is called eTTL, and on Nikon flashes, you'll see TTL on the flash when you're in this mode. With TTL flash control, your camera and flash work together to try to maintain a good flash exposure. And when shooting outdoors, it's also a good idea to enable high-speed sync on your flash, and that's going to allow your flash and camera to work together when shooting at faster shutter speed. If you're new to all this, you might want to start off by setting your camera's shooting mode to P, which is the automatic program mode that does a lot of the thinking for you. The upside to doing this is that your camera and flash a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to get some pretty good fill lighting results. The downside, P mode doesn't give you much control over the aperture and shutter speed settings because the camera is pretty much determining those for you. Fortunately, there are a couple of controls you can use to quickly and easily override some of the camera's decisions. Take, for example,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Now, this sequence of images shows how adjusting the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dial allows me to change the output of the flash. Now, notice that the background ambient exposure always stays the same, while the flash exposure is increasing with every shot. Now, another control you can use is exposure compensation, and we're going to talk more about that in another tutorial, but basically, it's going to allow you to lower or raise the ambient exposure in a scene as opposed to lowering or raising the flash exposure. All right. The program mode is almost completely automatic, and it does a pretty good job, but with portraiture, you often want to have more control over your aperture setting, so you can create that nice blurry background that makes your subject stand out. For this kind of control, you're better off using aperture priority as your shooting mode. With your flash set to TTL and high-speed sync, you'll be able to use wide apertures to accomplish shots like this. What aperture priority mode does is let you choose an aperture while the camera selects the correct shutter speed to maintain the ambient exposure. So, with your flash sets of TTL, the flash exposure is going to take care of itself. Just be careful to watch your shutter speed. While you're controlling the aperture, the camera is shifting the shutter speed up and down as it reacts to the ambient lighting. If the shutter speed drops too low, the flash exposure will still be on target, but you could end up with blur and ghosting in your images like this. Finally, I want to mention a couple of tips that might help you when using flash outdoors. When your flash is hitting your subject directly from the camera position, you might notice these specular catchlights, these dot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eyes. It's a very unnatural placement for catchlights in my opinion, but using a good-sized bounce card like I'm doing here can alter the position of the catchlights just enough to make it look less dead center. Another tip, if you have a light-colored wall handy and your flash head has a swivel feature, you can use the wall to bounce bigger, softer light onto your subject like we did here. So to wrap things up, here's what you can do for most outdoor on-camera flash photography. Set your flash mode to TTL, enable the flash as high-speed sync, use aperture priority as your shooting mode, and use a wide aperture that's good for portraits, something like F2.8 or F4. set your ISO to a low setting but not so low that it forces you into a shutter speed that is too slow if you want to avoid ambient light ghosting. And if you need to dial in more or less flash, just ride your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dial up or down until you get the amount of flash that work for you. And remember, you can use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even if you're using T mode instead of aperture priority. This can help you get on the fast track to using fill flash. Now if you want to learn all about using flash, grab a copy of my e-book, 100% Reliable Flash Photography. Okay, we'll see you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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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刚才他讲了关于Building Flash,那么我想他也讲得比较清楚了,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第二个Flash呢,叫SlowThink,什么意思呢,这个Flow,是ShutterFlow,OK,这个时候呢,如果ShutterFlow,你要Background很清楚的话,你绝对不要忘记那个Tripper,不然你背景会那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用那个FlashDiffuser,或者是Reflector,他刚才也讲过,因为在FillingFlash里面呢,也用到了同样的方法。 其实这个SlowThink里面呢,这些都是在FlashDiffuser里面,都是相同的。 就是说,这个Background Ambient,是你的Metering,就是用Shutter,来Control你的背景方,是怎么样。 然后呢,然后呢,你是用,还是下面啊,用Flash呢,来Control你的FullGround。 OK,所以呢,这里边,两个不同的把它合成一起。 那么SlowThink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Drag the Shadow,就是你的相机可以动。 那么后面发亮的那些光点呢,它就变成了一条线。 那么你在这条线里面呢,可以玩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就爬到了。 我们在这看一看,能不能这位Aproper,他怎么讲这个问题,要讲十分钟啊。 你员在街上, 转 Ethan. 它是西红京,和有小光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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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在这里有小光丝,因为他的女朋友没有带来出来了。 因为她跟他很有小光丝,所以她拦第二天,是有小鬼。 你逃习了一种,没关系。 它是中的同样,的东西。 一直在想对你。 那么丢队,中国人大利。 我们走过去,是最后天呢。 过来转的路面,是小光丝,和它这面的光丝和软丝, reme cow shout your to take some pictures. the thing is what happens you get your camera out it's on auto 有 솔 little flash popped up and you think we show down the street with the lights and the shops and all that stuff and we line it up here and we take the picture and we get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that it's not very inspiring is it. how about if i told you that it's really quite easy get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this I'll show you how to do it in a moment first of all I want to revisit that first image and explain what was happening why did it look like that why can my eyes see all these lights when the camera can't when you press the shutter sorry when you put the flash on on auto your camera will default for a 60th of a second shutter speed now that's quite fast when you're in a light like this it looks much brighter to us because our pupils get wider but for the camera it needs a very slow shutter speed I reckon you're down to a one second exposure or something to photograph this with available light so a 60th of a second gets rid of all that available light and the flash which is very powerful lights james and it's a very harsh and unpleasant light nefore you can see these are all sparkly twinkly bits up in the sky you can't see any detail in the street how did we do that with all the detail there well first of all you need one of these as always because i love these don't i can you try this one out and pop your camera on it now if you watch our low-tech flash diffuser film you might have got yourself one of these little films canister diffusers we were all about you could use all sorts of things but don't try using a business card because it won't work out here go and watch the film you'll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right there we go there's my little flash diffuser on there that would just soften the light it will defer it a little bit it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at all on the background but it might soften the light on james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re going to take the shutter speed here well you're going to put it on manual to do this copy camera manual and take the shutter speed down a long way down keep going down until your light meter says you're about two stops underexposed maybe a little more we're going to go to one stop underexposed in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 with a camera or a tripod now i'm going to set up my shot again with james a little bit high i want it a bit lower here we go focus on mr bean here cool nice one james hold it still here it comes look at that what a difference what a m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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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nce right so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at second shot the shutter was open for a full third of a second that's a very long time indeed james wasn't moving the camera wasn't moving and the buildings weren't moving so the shutter opened light started coming up through the lens for a full third of a second which is a long time and recording on the sensor then just before the shutters closed the flash fired and the light from the flash lift up james so therefore he's about the right colour but we've still recorded all that detail in the background what if you haven't got your tripod with you well it actually works let's just lose this over here and hope nobody makes it i don't think they're in winchester they're nice people right to do it handheld i would speed it up a little bit i would really stick with my minus two stop rule so you've got to look at your light meter and you need to do this manually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expose manually go and watch the manual exposure film so let's line up our shot on mr james again this time to prove you i'm not cheating i'm going to put h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icture there you go focused on james nice on james and here it comes perfect james is beautifully sharp we can see detail down the street but look those details in the street are actually a little bit soft they're a bit fuzzy and this is caused by camera shake we have to have a slow shutter speed to capture the light that's in the street and that's got blur because of little movements when i press the shutter james however is pinned sharp so why hasn't james got camera shake on him it's because the flash burst happens incredibly quickly and it acts like a very fast shutter speed even though we actually had a very slow shutter speed set on the camera that is why we've got a bit of blur in the background now ever it is so much nicer than that first image for that horrible black background but you can use that movement that camera shake this freezing of the flash and blurring of the time exposure it's a really great effect let's see if we can get something that gives the feeling of james on the moon so let's have a look right there's a few people coming up the street we've got a couple of police officers coming we don't want to reverse into them so hang on a minute all right here we go that's right there's nobody behind you so here we go game on james if you start walking towards me very quickly now here we go excellent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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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is absolutely pin sharp it's got a real sense of movement to it the streets blurred the passers-byes are a bit fuzzy we can still see there's some lights going on and all the rest of it this technique is called dragging the shutter now there is no rule i can't tell you you you're a bit fuzzy we can still see there's some lights going on and all the rest of it you must use this exposure or that exposure you've got to experiment with it i can do it very quickly because i've been doing it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don't expect to rush out and get it right first time go and play with it if you have one of these bad boys if you have one of these bad boys the play is exactly the same but just remember that when you have the flash on top of your camera like that the diffuser's great because this is really softening the light and sprinkling it out but don't point it straight up in the air because there's nothing to bounce off the light will go carrying off to the moon somewhere and you'll have the flash on top of your camera like that we'll have a totally black picture but let's have a little go at the same technique using a dedicated flash so i've got my flash set about right i've got my exposure still the same there's no one behind us let's have another go at one of those movement things you ready james one two three go excellent look at that isn't that cool that is much nicer than the one with the little on-camera flash because the little on-camera flash even with my homemade flash diffuser it's still very very hard so let's have a quick recap what happens the shutter opens the available light these little twinkly lights and stuff going on down the street and passes by they need a lot of time to record on the sensor so they are going to blur no matter what happens james on the other hand is being lit with flash which happens in the tiniest tiniest fraction of a second so long as you have made sure that your light meter says you're about two stops underexposed that's going to record the available light exposure the camera shake won't affect james it will only affect the environment so you can get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sense of movement so now you know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is structure of how it works you can start to play with it a lot more so james and i were moving together just now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had our tripod with james on it going back to the first version of this shot but there were crowds of people they're all swarming up the street here loads and loads and loads of them they're all kind of coming past like that and walking along if james isn't moving the buildings aren't moving the lights aren't moving the camera's on a tripod so the camera's not moving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ink about it the pedestrians will move so you've got james sort of lost in a dream amongst this crowd of people that are all flooding past on a christmasy night very very easy to do this it really really is but it's not confined to linear motion how about i hope this works because i'm kind of winging this one right how about if we've got james here with all the lights how about keeping your subject still and having your camera moving quite seriously what we're going to try and do is to get james i'm going to make the lens a little wider here we go right on james how about if you press the shutter the shutter opens and you move yourself during the exposure to do it you've got to think where is james you've got to try and guess where to point the camera this bale may not work ready james? and here we go shutter down and move look at that first one out that's pretty cool so now all the lights have kind of blurred across you could not only do that you could do downwards motion you're right mate and here it goes twisting the camera like that look at that we've got a rain of light coming down off those streetlights just falling in behind james very hit and miss technique which you do have to practice this is the technique i use to do my dancing shots at weddings and things there you go there's a little kit for you you'll be trying it out on the bride and groom at the next one you go to anyway it's cold isn't it so we're going to pack it in this doesn't just work in the street this will work indoors as well so long as you haven't got a tiny little white room which will reflect too much light from the flash if you have a bit of space or a darker room you can also slow that shutter speed down a bit so that you pick up a bit of available light just remember minus two stops manual exposure and it should work get back in the warm mate see you soon and all that 太多了 我想再重新讲一下 highlight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slow think is shutter 那么 后面的灯光 在这个 刚才我估计它是二分之一秒 所以二分之一秒里面呢 他可以做很多的文章 随便他怎么玩 但是前边的那个男孩呢 他就是用闪光灯 因为很短的时间 来frozen 他的 这个男孩 这个image ok 现在他们两个就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是两种不同的曝光 它合在一张照片里面 就是这个slow think 就是这个快门 就是shutter 它是很slow的 但是呢 这个闪光灯呢 很快的 你可以 250分之一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很快的速度 那么250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秒 在同一张照片里面 就会产生很 很主要的 很多 随便你怎么玩吧 ok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rear curtain second curtain ok 同一个词 rear curtain sink 那么我们再看看 它是怎么工作的 一张照片 en 很主要 而是 不一张照片 但是 这张照片 超会 不一张照片 有不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和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有起来 i can set it to fi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osure, right after the first curtain opens up, or at the end of the exposure, before the second curtain covers up the sensor. Now look, with a fast shutter speed, you really won't notice a difference, because the shutter isn't the same, but it's not the same, but it's not the same, but it's not the same. It's not open for very long, but things get more interesting when you use a longer exposure time. To demonstrate, I'm going to shoot a picture of my dancer friend leaping through the air. I'm going to stick some LED strip lights on her so we can really see the movement better, and it's just really cool looking. Now using a long one-second exposure and no flash, you can see she's just a big blur. So I'm going to add in some flash to freeze her at some point during her leap. The default is first curtain sync, so the flash fire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time she's in the air, It's just a blur.This isn't really a natural look, so now I'm going to switch to second curtain sync. If I time it just right, I can have the blur happen first when the shutter opens, and then the flash fires right at the end of her jump. This makes the blurry part trail behind her and gives a more realistic-looking sense of motion. If your subject isn't moving, then it's probably best to stay with first curtain sync, so you know that the flash will fire right when you push the button. But for those times when you want to shoot with a slow shutter speed, and especially if you want to have those trailing lines behind your subject, then switch to second curtain sync and fire away. Hey listen, if you like my two-minute tip videos, then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the Adorama YouTube channel down below and catch a new episode every Monday at 11 a.m. Eastern. Follow me as well. OK,那么就是四个不同的flashed mode,那么大家去看到这里面能玩出很多的滑造来,那么我们在看freeze motion. Sorry,那怎么办?今天一半都讲不到,大家。 嗯,没有关系,您就能讲多少讲多少吧。 嗯,那么freeze motion,就是这个反光灯里边,用它的很短的闪光的时间,就把这个印象给freeze了。 那么这里面呢,我要强调一点,OK。 啊,freeze的都是前景,就是forward,那个,电话的都是背景,就是ambient或者是background,那么一般呢都是要求背景比较暗,那个前景要不够可以补光,因为上光灯,只能打在前景上,也打不到后景,距离太远了,它光没有这么亮。 OK,大家去往的够。 OK,谢谢。 。 i know the hair recording oh 看見了,看見YouTube了 看見,你會傷害了 輸出 他的光線 會令你變長的速度 可以讓你的光線 能夠達到最大的光線 如果你的光線 會有光線 然後在每一個光線 是0.560的秒鐘 現在我們會很壓力 的標準 我要示範 你可其實速度 和到快速度 只用了一場 and now i'm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slow down my camera shutter speed to one second and a normal exposure if you're using a strobe everything would be really blurry now for this to work we have to shut off all the lights in the studio so we're actually going to be shooting in the dark so the video is going to go dark but you'll see bella's going to do uh some dancing and we're going to take a few shots and we will show you exactly what it looks like in our freezing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shooting so Bella go ahead and start danc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fun and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Jose, lower your ambient light, use a short glass duration, and get some great motion shots in the studio. And we've posted all of these shots to the adoramatv flickr account, so you can take a look at all the EXIF data and see the shutter speeds and judge for yourself on how well we did to freeze the action. 现在没看到,现在还是YouTube上面 OK,我还是要回去 OK,刚才我们就看到那个freeze motion 那么下面我们讲的呢 就是他讲到叫overpowered sun 因为我们在外边拍人像的时候呢 现在很多人以前的概念就是说 那个反光灯还是用的,是内容的 已经是错的,不能再错的 因为外边尤其在太阳底下 你一定要用散光灯,这是我的经验 那么灯里面的句解到 我们还是先看那个video吧 对,我可以看到 感谢观看 we will see how to expose for the ambient light, while underexposing for the ambient light. does high speed think figure into the scenario? well mike we'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two different things, and one is how to expose for the ambient light the second is how to expose correctly with our flash. the cool thing is when we add a flash to our camera something magic happens and that is that we no longer have just one exposure to work with we actually have two separate exposures. the first is the ambient light and that's a light we can't control like the sun or street lamps so neon signs things that are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we cannot control and the second one is something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the light from our flash so when we're trying to overpower the sun well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flash doesn't actually overpower the sun what happens is we're under exposing the ambient light in this case the sun and then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using our flash to properly expose our subject now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ll this stuff we need to get out and do it and so we're going to head down to the park and we're going to walk through all of these steps and show you the settings and everything that's involved but before we do that i need to point out one small thing and that is that all cameras hav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mbient and flash separately when we're shooting in manual mode but canon cameras have some abilities that other brands don't so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se steps that work on all cameras first and then i'm going to show you some tricks that are specific to canon cameras all right well let's get going all right well now we're here at the park and our model is Jade this is her first video I'm going to start with just the ambient light so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take the flash off the camera jade's going to hold that for me just to illustrate what we're doing so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i'm going to take a photo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expose for the background so jade is actually going to fall into darkness that's okay we're going to add a flash to balance that out here in a second and then we're going to expose the background a little bit underexposed we're going to let it fall into darkness so it's darker than it should be and that's just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that we can control that ambient light in a certain way so let me do that first and then we'll add the photo so jade look right at me now again what i'm doing here is i'm exposing for the ambient light so i'm looking right behind jade actually so she's not even in the scene i'm doing this and i have my camera set at about 7.1 and at a shutter speed of 800 so i take a picture of jade we can see that the background is exposed okay but jade is underexposed because well we don't have enough light on her but what i want to do though is i want to underexpose the background now to do this i'm including in manual mode what i want to do is increase the shutter speed i need to make sure i don't change my aperture value because the aperture value controls the quantity of light and we need to let the flash go through that aperture and have it as wide as possible so i'm going to leave that at 7.1 and then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just going to increase my shutter speed until my meter and my camera says i'm underexposed and when i do that i'll take a shot and sure enough jade is almost completely in darkness and the background is underexposed now watch what happens let's apply that to having a flash on our camera so jade if you'll hand me that now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put the flash on the camera and this is a nikon d90 i'm going to turn on my flash the flash is in attl mode so it's just an auto mode and i have a focal plane on so fp is on and i've set that in my camera so i can have shutter speed faster than 200 of a second or maybe 250 for this camera so now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put my shutter speed back to where it was when i had a good exposure which was 800 of a second my aperture is still at 7.1 so the background is going to be exposed correctly and the flash will fill in on jade and so we'll get a balanced exposure so jade look right at me beautiful just like that sure enough when we look at this we get a great shot jade looks great but what i want to do is i want to have that background drop and be a little bit darker so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increase my shutter speed so i'm going to take it up to oh about let's see about 1600 of a second and when i do jade remains at the same exposure so the flash is giving out the same amount of light and because the shutter doesn't have an impact on the flash only the aperture we didn't change that so jade she stays exactly the same exposure but the background is darker we're controlling thos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and so the key here is the aperture controls the flash output and the shutter controls the ambient light output or the exposure and so i'm going to increase and decrease the shutter just really quickly here to show you how the background gets brighter and darker really really quickly and jade is going to stay exactly the same exposure so we're going to take a few shots really quickly here so this is uh 1500 at shutter speed and then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take my shutter down to 640. i'm going to take it down even to 200 so the background is overexposed and i'm going to take it way up to 3200 and you can see really quickly in this series of photos the background is getting brighter and darker and jade is staying the exact same exposure in all of those and that's how you can use this on any camera just set your camera in manual priority mode and uh shoot in manual and uh you can have your flash on uh automatic ttl iptl whatever your brand has and the flash is going to keep up with your camera doing and since you're changing your shutter feeds up and down the background will fall darker or brighter it's a really cool thing that you can do that works with any camera now there's one thing that you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on-camera flashes only have uh so far that they can push light and so if you try to do this at a distance of maybe 10 or 15 feet it's not going to work because the flash isn't going to be bright enough to illuminate your subject so you have to be sort of bright or what you can do is you can get maybe a pocket wizard system or an off-camera flash system and put your flash close to your subject and then the camera can get a little bit farther away and your speed light is going to keep up well as i mentioned on set earlier the nikon's and other other brand of camera can do this the canon has a way of doing it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that now the canon here this is a 7d and this would work doesn't matter what uh brand of canon camera or makeup camera canon camera you have so i've got my 7d here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 aperture priority mode i don't have to keep it in manual mode and i'm going to put my aperture to 7.1 to match what we did with our nikon earlier and what the camera is going to do is it is automatically going to expose for the background and fill in with a flash on our mouth so let's just do that really fast so jade look right at me beautiful okay now we have this shot and it looks exactly as we'd expect it to look and what we can do now though is we can use the rear wheel right here to change the exposure compensation and by doing that the camera is automatic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background exposure and so i'm going to do that really really quickly here so i've got my exposure set to correct then i have my exposure compensation to negative down to positive there we go just like that i'm just rolling this up and down so this is plus two even negative two and now when we look at these shots you can see that the background is doing exactly what we showed you before it is getting brighter and darker but jay the exposure on her is staying exactly the same so on a canon camera you can use exposure compensation to quickly change the background and it's really neat and there's one other thing you can do with the canon camera that makes it unique and that is you can change the exposure on your subject in this exact same way using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so on the top of this camera i have a little flash plus or minus now watch what happens i'll put my exposure compensation to be at zero so i'll take my first shot here and it looks really good and then what i'm going to do is i'm going to put my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on and i'll adjust the flash up or down so watch this so here's my first shot gate looks good and i'm going to take my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down by one now by two up by one and now up by two just like that you can see that the exposure on the background stays the same but the exposure on gate is going up and down with my flash exposure compensation they're disconnected so you can throw the flash and the ambient light separately now in other brands of cameras when you use exposure compensation what happens is the flash exposure and the ambient light exposure both go up and down together they're not disconnected the only way to disconnect those is to shoot in manual mode and do it yourself well now you know the trick you can control ambient light as well as controlling the light from the flash just remember it's the shutter that controls the ambient light and it's the aperture that controls the light from the flash and if you have a canon camera you can shoot in an aperture priority mode and just use exposure compensation to make that background go up or down it's really really cool so that's all you need to know to control those two exposures well well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怎么样够了吗已经一个半小时多了那我们把这个 page讲完吧 okay ok 那个闪光灯现在都可以 加一加二加三 减一减二减三 这个EVValue也都可以就做了 所以每一个照相机 现在大部分是inter-level的 都可以做这些东西 因为它这个video在十年前的 所以不要给它护导了 因为它那个时候还太早了 那么我们再看下边一个 其实这个也差不多 可能已经讲过了吗 对 所以 最后一条就是 Steelial Light Flash or Continuous Light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 有个工作室里面的 那么这个光的 当然也是用Flash 或者是用那个 连续光 它们都有优点和缺点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可能 再克服这个东西了 我看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 那么这个是 编的A吧 OK 看先暂时讲到这里为止 看有没有朋友有没有问题 我看看有第几页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四十四 哦 其实也差不多了 对第四十四页了 四十四 那么还有就 high speed sync 那下边呢 就是一些食物 就是 这些产光灯 给你看一下 还有些那个 我不许时间 今天肯定是来不及 但是问题就说 怎么办 要不 如果现在是没有问题 您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您说要展示一些什么 器材呀 还是怎么样 对 那么high speed sync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topic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下边呢 就是一些那个经验吧 就是一个食物 OK 因为你们 不然的话就是 不同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 就是flash accessories 我们把这个 这几页跳的 high speed sync 跳的 一般来说 刚才就讲过了 一个是diffuser 一个是reflector 就是问题 就是要解决一个 闪光灯 它的光很farsh 把那个人的眼睛都照 但是它时间很短 就是说 你眼睛还来不及 闭起来 还已经过去了 那么这里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diffuser 那么 那么 这也是个YouTube 看一下吧 我还记不得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了 我们还没看到YouTube 还是看到YouTube 我知道 You know, flash can be scary, it can be intimidating, but really it's such a powerful tool. I remember this is a light source that you can have anywhere at any time. The problem is, if you want to make flash look good, you've got to follow the number one rule, and that is you have to make it look like the flash coming from the environment that you're in.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first flash. We will go back to the next one. We will go back to the next, I will go back to the next one. The full screen is made in the gallery view. 是每个参加的人的图像 您是要看是不是我自己受的问题 对speaker OK 我现在看到您那个大的图像 那么我现在今天就要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些很多 因为我这些垃圾很多嘛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 这里放了一个白颜色的衣服 这个是一个闪光灯 闪光灯前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叫extender 因为闪光灯呢 有个特点 它的距离有限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呢 你要extender这个距离呢 就是在它前边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闪光灯 左右反的 那么闪光灯里面呢 你再放进去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个放大镜 OK 这前边有一块是放大镜 这叫presso 放大镜 那么这个套上去以后呢 就是把这个光聚起来 聚起来以后呢 它可以打得很远 OK 比如说现在我们打一下 你看见没有 它讲光了 它讲光了 这是一个叫extender 这个距离 这是第一个小玩意 那么第二个呢 是reflector 这个reflector呢 才几块钱 拆两个 这一边呢 是云色的 这边是白色的 很简单 你在这个闪光灯上面呢 把它套上去 刚才呢 video里面 已经有人在用了 为什么呢 它用反射光去套在你的subject上 那么就没有那么厚 你看到吗 OK 这个是反光灯 上面是个反光的 它是从后边的部分往前照 OK 如果你是个白颜色的话 你可以反过头来 用这个银色来把它套上去 这是一个reflector 那么还有呢 这个是diffuser 什么意思呢 它前面有一块白的那个玻璃 那这个就是塑料片 你这个往上一套的话 我这个里边呢 边上都有velcro 所以大家看 这个闪光真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OK 你看上去 这个时候我转过来 所以它在离叉油 大概三四寸的地方呢 变成了有一块 那个白色的 很透明的 现在把它放出去就比较柔和了 那么后边呢 这边用velcro呢 它就可以看 就把它捻上去 这是一些reflector 我用的很多 尤其在派人像的时候 那么 那么这是 闪光灯里边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可以改变 你光 这个光速是怎么样的形状的 这是一个 我自己做的一个 adapter 原因是 你看到 它有个像风卧 那个 一个一个的管子 那么它就把这光丝呢 就弄得非常窄 这种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有多少大小的话 就完全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我自己做了一个 dapter以后呢 网上一套 这样的话 你打出去的光 看到里边的光了吗 就是很窄 很窄的 这是 这些都是这个附件 可以用在各种 各种不同的情况下 那么 还有这个呢 叫 jrcell 什么意思呢 哎呀 听听我演说的颜色 因为 这个jrcell呢 这是绿色的 现在的greenscreen 就把它就 掐掉了 那么 大家不知道 能不能看到 这是绿色 Depin看到了一点 他在我前面就好 看到 这是一个绿色的 绿片 就很薄的一片 饲料片 那么原来这5000 或者是5500的 黑的那个白色 这左右手是反的 那么你上去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绿色的 或者变成红色的 那么 这个包里面呢 有 大概20个不同的颜色的 所以你原来是白的 纯白色的 这里边呢 有20种 可以把 不同的颜色变成 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 你自己要 看你自己喜欢 要用什么颜色 就用什么颜色 这叫 叫 叫 也是用的很多的 这种情况下 OK 那么 还有这也是 另外一种的 reflector 也是同样的 你可以把它 套在这上面 那么光呢 打到这个 这个光打到 这个里边 以后呢 它就把它闪出来 因为这里边 也有一个 你看到这一片东西 它也是个reflector OK 这个不同的 闪光的方法 这是用的 我看到很多人用这个 但是呢 我认为效果不是太好 那么上边呢 它是个银色的 就看到这个闪光 都从这里边打出来以后呢 它就 闪了 这个光就开始闪出去了 这是一个方法 那么 它还有不同的附件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认为 刚才那个 那个reflection不好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diffuser 你就变成了白光了 这个拿掉 你看 往上一套 就是 但是呢 有的时候 你的背景光 那个暖色调的 比如说 这个普通 以前的那个白纸灯的话 那么你 这个颜色要一样 你就可以放着 不同颜色的一个灯 放上去的话 它就变 OK 就跟你边上的 ambient light 就和谐了 因为这里边 要很注意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不要混光 摄影里面 最不好的 就是要混光 这个问题 一定要注意 那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是 从 三个月来的 他买了七十几块 我只买了一半的价钱 这个也是个 extend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前面 其实是一块玻璃 那么这个玻璃呢 我一线 它不好 就把它换掉了 这一块呢 就是原来的玻璃 就放在这儿了 这个玻璃呢 很重 这种镜头呢 叫fresnel 叫fresnel是科学家 他把这种 比如说 这个是个放大镜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放大镜呢 你看看就很厚 但是呢 他把这个改成薄的 效果是相同的 这个叫fresnel 就把它压扁了 但是呢 这个fresnel 它也是玻璃的 很重 也很厚 现在有更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用在这一篇里边的 四个四个四个 你看到吗 这是个放大镜 看得不算很清楚 这是很薄的一个塑料片 把它剪成圆的 大家看到 就是这个塑料片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看到过那些 我是老花眼的 看不见的话 就拿这篇东西 就是个放大镜 你看到吗 我的嘴子大了 所以眼睛呢 也变大了 其实都是个放大镜 那么这个也是个放大镜 如果你距离对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调整一下 把这个换成 玻璃的换成那个塑料片 又轻又便宜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 它就可以调整这个距离 你看到吗 这个只能短 这个就是extender 那么原来呢 我怎么会有这个idea呢 就是因为打鸟的时候 白的背 天空白的背景 那个鸟都是黑的 那么就加光 加光怎么加呢 就要用这个extender 就把那个 总原来变成200的 它就可以变成了 那个600 500左右 那么这里边呢 黑潮地下 那么我 一根还不够 我就把三个做在一起 那么 从来没用过 为什么呢 有人警告我说 你这样打出去 把鸟的眼睛给打黑了 你吓得我就不敢动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还有一个 什么可以玩的呢 它里边上边有 很多的 Modify光的 这一 可以套上去 OK 你看这个套上去 这是蜂窝 就是把光盘 弄得很窄 那么它这个 有不同的大小 有不同的尺寸 你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你可以买不同的 这些都是很便宜的 几十块钱 那么这里边呢 还有三篇 这个三篇呢 我们大概说 说二十分钟 就能解决问题 你看就变成蓝色的 可以 这可以装在上面 才三十几块钱 一套这个东西 这个蓝色的 绿色的 绿色的这个就 不能用 那么这边是 那个橘黄色的 OK 这一匹颜色 都可以变的 那么 这些呢 都是不同的 那个diffuser 就是 可以怎么样 或者你做refect 也可以 就是属于那个 accessory 还有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一点 拍美女照的时候 如果你竖起来拍的话 就会在他的身边 边上出了一个阴影 那么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叫一个brackets 为什么呢 记住 这个闪光灯 一定要在 相机的上面 这样打出去的阴影呢 它在下面 因为你不可能是 镜头和 可能是同一个 局限上 做到 那么 放在上面呢 你把阴影压到底下去 就很难看到 那么 类似呢 我自己是 出去的 因为那个 比较讨厌 我brackets都没有带 那么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brackets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 我最近去买的 比如说 这是个 A7S3 边上呢 有个闪光灯 如果 竖起来的话 看到吗 这个灯 就是在 相机的上边 我当然可以 再弯一点 但是现在还没有 完全弄好 那么 如果 横拍的话 这样的话 不是就有影子了吗 那么 如果 说 我变成 这样的话 就想光 都横拍 在它上边 那么 竖拍 能按在 它的上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影子 给除掉了 这是一个bracket 但是这个bracket呢 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version 那么 就看几个 我没装相机 因为装的太慢了 OK 这边是装相机的 那么 这边呢 是装闪光灯的 如果相机 不动的话 它可以转 90度 当90度的时候呢 这个就在上边 如果 我说相机 转成90度了以后呢 就转光灯 还是在上边 因为这边是 装了一个相机的 那么 这种呢 也是一种bracket 下边是装相机的 OK 因为 这个 闪光灯在这边 往这边 上边 你把这个 转一下的时候 相机转90度 什么 那是不动的 所以永远是在上边 这是另外一种 那么 这是第三种bracket 就很简单了 一个是 它在这边 这个插座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插座 那么它边上 又有一个 所以这两个 是乘90度的 你就把它换来换去 以后 就可以避免 这种 shade 然后边上 shade 那么 还有呢 等一下 看一下 我们找到哪里 哦 我能看到 好的 这家 我能看到 我们时间 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 就是最要紧的 忘了 就是你讲了半天 买哪一个 那么我们呢 现在是来看一下 哪一个 是最好 要有个 recommendation 吗 走不见了 哦 没事 您要share一下screen 就是才能看 对对对 那么这个呢 因为你讲了半天 到底是用哪一个 这个牌子叫 Goldox V8602 它呢 有五个不同的 version 因为每个牌子和每个牌子之间呢 互相通用的 那么下面呢 是有一个 你看到没有 现在 你看到 看到PowerPoint 这里边呢 那个link 你点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是 大概现在就一百多块钱 大概不到两百块钱 这个是 对一个闪光灯来说 是非常便宜 问题是这个 又便宜 又是非常好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做的啊 我们摄影学会的那些大师们 都跟我是一样的意见 所以呢 这东西是相当不错的 它的缺点 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稳定 那不稳定的 它这个差的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的那个DV 那么在照片里边 这个差这么一点 现在大家都会用FotoShop 你稍微拉一下就回来了 所以很简单的 那么 Sony 或者就是Pan 就是它几倍的价钱 就是稳为稳定一点 但是呢 这个 860呢 它有很多的优点 是Sony Canada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是 中国真正做的 这个是相当好的 我知道我们学会里面的大师们 部分都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闪光灯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第一个是可以做 Building Group Controller 什么呢 它做 刚才我讲 有没有讲过 我忘了 这个有一个叫 Group Flash 那么我就讲一下 这个叫Group Flash 是个 我可以用一个Master Control很多的Slave 这个叫Group Controller 那么这个 Bodoss B860 它可以 Building的 这个叫Group Controller 换句话说 像我现在有三个 普通的闪光灯 我就可以拿出来 这一个 作为一个Master 我把它Set in the Master 以后呢 边上两个灯 这是一个主灯 边上一个副灯 还有背景光 还有什么光 你知道大家在 Fuild的情况下 大概有时候 用到四个五个灯 那么它一个 你什么都不需要 就可以做到同时 Control 另外三个 一共是三个 OK 那么它有两种 不同的Control 一个是三个 一个是五个 这是比较新的 我再看一下 一般呢 你就把这一种 这个叫Control 放在相机的顶上 看得见 小一点 看见 看见 这是Control 那么也是 分不同的牌子 它也是Goldoss 那么 我现在有两个 为什么呢 一个是Nikon 一个是 一个是Sony 对的 OK 那么 这个乘出 三组的 现在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的 这个是五组的 这个价钱都不贵的 几十块钱 就解决问题了 那么你可以乘出很多很多的 那五个组 每一个组五个的话 你可以乘出 二十五个Flash 加持人 没人从来没看到 你这么容易有二十几个 那么 所以 它 如果是 这一个 它的Master Controller 是Building里 在里面的 你根本就不用另外花钱去买 这个Master Controller 比如说我现在是用三个 那么可以三个都同时闪 就是曙光 那个复光 再加那个Hairline 第三个都一起闪 OK 那么这个860呢 它全部能做到这一点 你不需要另外花钱去做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看到这个Zone Range 它是从20到200 那么很多的 像那个 我已经用的来看 或者是 其他牌子 连120都做不到 怎么讲呢 这个Zon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刚才 我们提到了 你在下边的镜头 你变成了一个Zone 你会是通过这个Hashow 把你的Zone的Information 传到你的Flash里边 这个Flash呢 它里边有一个马达 这个马达呢 就会把里面的反光照 是抛线的 它会移动 就是跟着 比如说你现在是20 它就会放你放在20 如果你是突然就把它改 这个时候 我说这张照片 我用100比较好 那么你转到100的话 这个相机马上就告诉你的Flash 下面现在我塞到100了 你上面也给我改一下 那么上边那个Flash的也跟着 到100 这样的话 它因为光集中了以后呢 它的那个光度强多了 我再试一下看 同样是刚才我跟 这是一个手电筒 手电筒 我现在呢 后面打了一个光板 大家可以 反正我不太习惯 这个光板大家看到了 是绿色的 那么 我可以调剂以后呢 这个光板就缩小 这个不是很好 你看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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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手在 这边拉来拉去 前面那个反光 超无线的反光罩呢 它在动 那么 这个就是了DOM的 那个 Flash里面的DOM的 这个功能嘛 OK 那么所以呢 860里面呢 这个功能是非常好 为什么呢 我说日本货 我以前用的 它都达不到20 一般都是24到100 24到120 那么860呢 这个高到860 可以做到20到200 还有呢 它在这个上面呢 它还 当然这个费器呢 其他的散光罗都有的 就是呢 它可以用 刚才我们讲的 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片东西 你看呢 其实也是散光的 散光了以后呢 你去看 我把它拿掉 它是没有散光的 但是你一 收出来以后 把它盖住了以后呢 它就马上 自己 这个转弩 就变成14个毫米 怎么讲呢 就是广角镜 它就变成广角镜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拿掉 再进去 那么上边呢 刚才 不是那个 一个photographer 说 business car 就是这个东西 白的 它把往那边 闪出去的光 放到白的 往前打 这样的话 这个光就很柔和 我这两片东西 那么在 现在大概在 所有的 这种宝光灯里面呢 都有 我叫这个是 叫 on camera flash 其实也可以做 off off camera flash用 那么还有一个 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 这个闪光灯呢 它的 guide number 就是看了 guide number 它是用 因为它喜欢 臭美国人的信 是吗 它叫197尺 其实呢 可以60米 所以它的 guide number 是60米 是什么呢 60就是 你的光圈 三层你的距离 是60 这个60这个指数 是很高的 OK 那么 当然它是 在 IOSO 光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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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距是200 的光价 所以它这个 灯呢 是很亮的 那么 还有呢 因为我用 闪光的时间很长 每次出去 拍照的时候 受到 记住 不要忘了 多带几个 来着 为什么呢 一半就没电了 那么 这个860呢 它用 Lithian-I battery 这个 中国现在的 自动 battery 要比日本 做得好得多 因为我又很有经验 看到的 这个 battery呢 它做得很好 这个 battery拿出来呢 我到现在 从来没用完 一半以上 没有的 就是它这个电池 要等于 以前大概 三到四个电池 那么大 它也不动 所以不怕 所以这个 这个 battery做得非常好 大家都是同样的 产业 这个 battery是用不完的 那么还有 因为这个是 W1里面的一个概念 就是Lithian-I 它的内阻非常小 所以它充电 就是回电的时间 非常快 因为我的看法 就是说 比日本货的 Panon Sony 最快 它 问题就是1.5秒 我 看下来 大概不到1.5秒 一秒钟左右 换句话说 你快门 按下去以后 如果你塞的是 连发的话 它就会 啪 啪 啪 就一张一张 这么打下去 就打到你的 里面电 没有为止 所以呢 刚才我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有的是 照片里面对比 有没有 有没有用 用那个flash的话 那么 那些没有用flash的话 这些照片呢 其实我手按快门 只有一次 什么意思呢 我手按了快门以后 三公里每次闪出 光是多少 它电容里面 只用了一部分 如果够的话 它会两次三次 就散光 但是那快门呢 不缓的 但是电用光了以后呢 它会第四次 第五次 问题就是 你第四次 第五次 没有闪光的 所以就变成了黑的 所以你拿着两张照片 去对比 是很容易 就看出来 你填一张 其实手指按了一次吧 所以呢 看下去 它在前两张 这个展光 后几张 是没有展光的 那么 这个场景呢 这个framing呢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那么 还有它 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 它是用的 这个叫TTL 什么意思呢 就 Through the Length TTL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 闪光闪出去了以后 一般都是 刚才我们讲过了 这个 就是 Fallground 那个Fallground 它闪光闪出去了以后呢 它会反射回来 那么反射回来的光呢 就是 照相机里面的Sensor 它就知道了 你这个Fallground 这个光够不够 等它够了以后呢 它就会 送一个信号 到那个Fallground 够了 行 你不要再发光了 那么 就是说 这个是TTL 这个信号 是通过你的 那个model 这个脸 送到了Sensor里边 是什么呢 是通过这个脸 所以叫TTL 对 所以呢 呃 这里边呢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说一个TTL 这个词 是关键词 那么 但是 我们 大概是因为 那个Pattern的关系吧 这Pattern呢 叫ETTL 还有呢 ETTL2 它有两种 不同的Protocol 那么 不计是用Pattern 和Olympus 直接就用PTL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买了个算力 那个来一张呢 叫I-TTL 那么 Sensor里呢 它叫PTTL 或者叫ADI 但是呢 其实是一回事 不同的名字 那么对于这个8604 大家或是我一个人 我们学会里面都非常喜欢这个灯 要比日本号好得多了 还有这个remote control的时候呢 就是讲 off camera 当然你可以off camera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flash 怎么样和 这个灯和相机的距离很远 当然你可以借根线嘛 但是你如果是三个灯 你借三根线 那就不可能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那个Wireless 就那个Wireless Trigger 这个Trigger呢 可以用Flash自己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Trigger就是叫Master OK 那么一个Flash自己 一个是Infrared Infrared不要再用了 但是放心 你们现在买不到了 我上一套浪费了两百多块钱 那么最好的 现在也最死亡的 就是RF 就是Radio Frequency 就是无线电的 那个电波是传送的 那么这个860的 它现在不是搞了两套 我不知道是不是compatible 它叫X series 这个第一个是S1T S1T注意啊 然后S1T的上面 它有C 它有S 它有N 就是三个不同牌子的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是哪一个牌子 你不要搞错 你搞这个牌子 你就不工作 那么B 它有叫X Pro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是Vlog 这一个是X Pro 它能够有五个group 那个是X1T 那么同样的 这个Hartel不一样 不是Exchangeable 那么我刚才讲到 用Brackets时候呢 我等了 用这个Share 又用这个 这个Sony 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个S 就是Sony的 它底下的表有九个Ping Doug老师 您要是分享那些东西 可以把那个Share screen 可以关上 这样看着更方便一点 对呀 因为我两边都要看 因为我两边都要看 我看 哦 要紧了 我看得见 不过九点一刻 九点十三 反正您可以收个尾 对 差不多了 那么 刚才再看一下 这个是新的 就是X Pro 这个Master 那么这个呢 是老的 这个是Nikon的 你看到上面有个N 那么 这个呢 是 Sony的 Sony的话呢 我上面 另外做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这个是Sony的 我做的这个东西 把它套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MasterController 上边 它上面就是个闪光灯 这个距离太近 因为我Sony 所以 它发射的电波太强了 把距离 离那个 这个闪光灯 距离大概只有两三寸 因为我这相机要转嘛 转过去 如果距离就几寸的话 这个 那就不工作了 为什么呢 距离太近了 听好太强 我想出了什么办法呢 以前我们都玩过这个玩意 这里面是什么呢 Alo-Ming的系 就是你们包厨屋的这个东西 我把它包起来以后呢 就把它 这样就把它信号去减少了好多 所以它三四寸呢 它照样能够工作了 这是一个更加讲分享的一个经验 那么 在下面还有什么呢 下面的不是太重要了 不讲也可以了 好吧 还可以 好吧 那么 大家就讲这么一点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 可以 问完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问吗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董伯林老师 也谢谢各位的那个参加 然后顺便预告一下 我们6月18号 还有一个烟花的讲座 到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就到此为止 我停止录像 OK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